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2019年12月15日 国务院批复设立中国银川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银川市成为全国第四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之一 经过两年的发展 银川市已初步形成 以银川市宗保区 银川工铁物流园 兴庆区跨境电商产业园等 具有代表性的跨境电商产业集聚区 银川市现有跨境电商企业273家 较获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前增加了222家 增幅达435% 银川市商务局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银川市商务局将紧扣国内国际双循环 紧盯高质量发展目标 其一 推动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产品品牌竞争力 挖掘枸杞 葡萄酒 绿色食品 羊绒纺织等出口产品优势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出口产品产业带群 提高银川市出口产品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其二 强化市场主体培育 扩大产业集聚效应 银川市将持续加强招商引资 积极引导本地生产型企业和商贸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 其三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贸易便利水平 搭建跨境电商高效便捷的物流通道 其四 强化人才培养储备 营造产业推广氛围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同步 让专业人才有去处 用得上 留得住